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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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全灣華人永遠墳場推出的新家族位 總共有五千八百九十六個可以給大家抽籤 香港地實在是一箱難求 何況是家族位 不過大家不用心急 讓我和大家講一講 有什麼需要大家去注意 所以大家亦都不用心急 不需要趕著第一天馬上去申請遞交表格 接受申請的日期 定義於22年10月28日至23年3月21日 而在上次申請第一段新家族位 抽不中的朋友 今次亦都會自動撥入今次的申請 亦都不需要重新再交過多次表格 而家族位就是可以安奉四位先人 以及如果有需要 亦都可以安放於多於四位 大家亦都要留意骨灰中的尺寸 因為並不是想放多少就放多少 大家都要預算骨灰中的大小 想申請以上骨灰堪位的人士 亦都要留意 先人必須在香港永久居住 而且有華人血統 或者配偶子女 即是都是要華人 申請遞交的時候 亦都需要申請人的有效身份證 先人在世時候的香港身份證 又或者是先人目前存放骨灰的證明文件 以及火化證明文件 顯示先人必須在2023年3月21日之前 已經完成了火化手續 而有關新骨灰堪位的申請和應購詳情 我都會放一條連結 可以留意華永妹稍後網站的公告 申請表格亦都會在2022年10月28日 在華永妹配售處和墳場辦事處 可以取得到 亦都可以去到華永妹的網站 下載這個申請表格 而價錢方面是21000元 這是應購堪位和安放第一位先人骨灰的收費 其後每家位安放先人骨灰 每一位是需要交200元 如果要做石碑當然是另計 另外申請人 只可以為同一位先人遞交一份表格 而今次華人永遠墳場 推出的家族堪位 是只需要一位先人 已經可以合乎資格申請 有別於食環處轄下的靈灰安置所 家族位是需要三位先人才可以合乎資格申請 如果這麼幸運 抽到的朋友 亦都要找回合資格的 認可石廠承犯商 去做碑安排上位的手續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找花阿力幫手處理 我亦都會幫到大家 有一個問題 亦都提醒大家 究竟現在華人永遠墳場 堪位是否永久呢 但他的名字又叫華人永遠墳場 一定是永久的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大家亦都可以在網上看到 在服務申請手續應購那一欄 便會有一個安放期限的內容 給大家看看 寫明先人的鞋骨、骨灰 如果安放在堪位裏 直至到該堪位所處的建築物 需要進行重建或拆卸 又或者建築物所處的土地 政府批地期滿 政府基於任何原因 用權力收回、重修、重建 或者重新接管這個物業 佳時華永會亦都會發出通知書 要求指定期限內 必須要無條件將堪位或鞋骨移走 否則華永會便有權移走堪位內的鞋骨、骨灰 又是含何物件 並且要照華永會認為合適的方法 去處置或者棄置 而辭政人亦都寫明不可以向華永會 有任何追究、損失或者責任 這個大家要非常注意 講完這麼大段話 大家應該都明白了 以下都會附有華永會申請的連結 去給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找我阿力 還有很多朋友 見到阿力 經常發放一些相關資料給大家 就打電話來問我 你是不是華永會的 或者你是不是食環處的職員 我重申了 我並不是他們的職員 我只是免費發放一些 大家需要知道相關的資訊給大家 如果大家在人生畢業禮上 有任何問題 或者需要找一些永久合法 絕對沒有連期限制 而且還有法律保障的骨灰堪圍 亦都可以找回我了解一下 好了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資訊是有用的 麻煩大家給我一個Like 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什麼最新消息 第一時間你就可以看到 因為小小的舉動 亦都令到阿力拍片的原動力大大增加 繼續發放多些資訊給大家 今次就先說成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